红薯又被称作白薯、番薯、地瓜、干薯、红勺 它的原产地在美国 于明朝万历年间被引入中国 由于垂田多汁 生薯皆可食用 适应能力强 产能又高 红薯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种植 红薯被誉为营养全面的健康食品 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 红薯性贫 胃肝 龟皮、大肠、胃、圣经 本草纲目十一记载 红薯能 补中活血 暖胃肥五脏 随膝拘饮食谱 也称红薯 主食补脾胃 义气粒 欲风寒 义颜色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红薯常常被归为粗粮一类 它口感香甜 且对人体健康有益 因此深受大众喜爱 近年来 网络上流传着许多所谓的抗癌食物排行榜 其中红薯经常被列为榜首 有些文章甚至声称红薯的抗癌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八点七 这让许多人深信不疑 认为食用红薯就能够抗癌 然而 事实真的如此吗 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 一 先来了解一下红薯的营养价值 一 碳水化合物 红薯是一种优质的碳水化合物来源 以淀粉为主 能给身体提供能量 二 膳食纤维 红薯富含膳食纤维 包括可溶性和不可溶性纤维 有助于促进消化系统的健康 促进排便 维持正常的肠道功能 三 维生素A 红薯是一种优秀的维生素A来源 特别是紫薯 含有丰富的Beta胡萝卜素 有助于维护势力 免疫系统和皮肤健康 四 维生素C 红薯富含维生素C 是一种抗氧化剂 有助于增强免疫系统 促进伤口愈合和抵抗自由基的损害 此外 红薯还含有其他微量元素和抗氧化物质 如鲜 铜 蒙和多分类化合物 具有抗炎 抗氧化和抗癌的潜力 二 红薯和紫薯哪个更有营养 红薯和紫薯都是营养丰富的食物 但它们的营养成分略有不同 红薯主要含有碳水化合物 膳食纤维 维生素A和维生素C等营养成分 其中红薯中的beta胡萝卜素含量较高 有助于维护势力 免疫系统和皮肤健康 紫薯则含有更丰富的花青素 它是一种天然的自由基青除剂 能够预防多种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防止细胞突变 抗皮肤衰老 还能透过血脑屏障保护大脑组织 此外 紫薯中心 锡的含量也比红薯高三至八倍不等 这两种物质有很好的抗癌作用 综上所述 紫薯的营养价值相对更高一些 但是两种薯类都是营养丰富的食物 适量食用对人体健康都有益处 三 红薯可消灭98.7%的癌细胞 是真还是假 研究结果公布答案 实际上 关于红薯能够消灭98.7%的癌细胞的说法 最早源自日本的一项深入的调查研究 而并非人们凭空想象 在这项研究过程中 研究人员对国民的饮食生活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 最后结果显示 蔬菜的确能够达到抗癌的效果 而在最常见的20种蔬菜当中 红薯在抗癌排行榜上占据了首位 研究发现 红薯的提取物能够有效地消灭98.7%的癌细胞 而生红薯也能够达到抗癌的效果 其提取物能够抑制大约94.4%的癌细胞 在对小白薯进行的实验中 利用红薯的提取物成功地消除了小白薯身体里的癌细胞物质 这些研究结果令人振奋 暗示着红薯可能具有抗癌的潜力 然而 需要在这里提醒大家一点 尽管红薯提取物可以有效消灭癌细胞 但人体结构比细胞与动物要复杂许多 以上的研究只是基于动物实验 与人类身体状态是大不相同的 在实验过程中 所使用的红薯是红薯提取物 并不是红薯本身 因此 我们不能直接得出结论说红薯一定具备抗癌效果 如果盲目地利用红薯来抗癌 这是不科学的 总的来说 虽然红薯提取物显示出了显著的抗癌效果 但我们不能忽视人体和动物的差异 因此 我们不能将动物实验的结果直接应用于人类 在面对健康问题时 我们应该保持科学和理性的态度 遵循医生和研究人员的建议 而不是仅仅依赖未经证实的民间偏方或传闻 四 红薯虽不一定能抗癌 但四个好处不得忽视 一 保护心脏 红薯富含钾 Beta胡萝卜素 叶酸和维生素B6等营养素 这些成分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二 预防便秘 红薯中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 预防便秘和肠道疾病 三 增强免疫力 红薯中的Beta胡萝卜素和维生素C等成分有助于增强人体免疫力 提高抵抗力 四 减轻炎症 红薯中的抗氧化物质有助于减轻炎症反应 对于预防慢性疾病有益 五 吃烤红薯会致癌 一种红薯可能会伤肝 随着寒风渐起 烧烤食物成为了人们的心头好 其中烤红薯更是一大热门选择 然而 有些人却担忧地说 烤红薯是致癌物 吃了会致癌 屑时 烧烤食物都存在致癌的可能性 这是因为 在高温下 食物中的脂肪和蛋白质会分解成多环方丁类物质 这些物质在人体内积累过多 可能会导致癌症 而烤红薯和烤土豆 炸土豆一样 在超过120度的高温下会产生丙烯鲜案 然而 相比于炸薯条 烤红薯的丙烯鲜案含量要低得多 我国学者曾对七个烤红薯样品进行测定 发现丙烯鲜案含量在33-201微克公斤之间 虽然丙烯鲜案可能致癌 但它并不是一种高毒物质 少量存在时并不会明显影响健康 所以偶尔食用一两个烤红薯并不需要过于担心 然而 如果红薯表面长了黑斑 那就不能吃了 因为这表明红薯已经发霉 发霉的红薯中可能含有甘薯铜 这种毒素性质稳定 耐高温 蒸煮冻烤都难以分解 即使挖掉发霉部分 其他部分也可能已经被污染 食用发霉红薯可能会导致呕吐 腹泻等不适症状 甚至还会造成肝损伤 因此 在享受烤红薯的美味时 也要注意选择新鲜 无黑般的红薯 同时 适量食用 不要贪多 这样才能既享受美食又保持健康 六 食用红薯有哪些禁忌 一 避免与高糖食物同食 红薯中含有大量的糖分 如果与其他含糖量高的食物同食吃 可能会刺激胃黏膜 导致胃酸分泌过多 引起反酸 烧心等症状 二 避免与柿子同食 红薯也要避免与柿子同食食用 因为柿子中含有的柔制 果胶等成分 可能和红薯发生沉淀凝聚产生硬块 严重的可能会造成肠胃出血或者胃溃疡 三 空腹吃红薯烧心 红薯的含糖量非常高 因此在空腹的时候最好不吃 空腹吃红薯亦产生大量胃酸 让人有一种烧心的感觉 四 避免饮酒 饮酒时和饮酒后三小时内 不宜吃红薯 因为红薯中含有气化酶 多吃后一出现负胀 打嗝 烧心 反酸 排气等症状 而酒精会刺激未必 可能会加重这种不适症状 七 三种 吸食物 敞开吃 或能帮助防癌抗癌 吸是一种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 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 可以帮助人体预防多种疾病 尤其是癌症 许多食物都含有锡元素 以下三种食物更是锡元素的佼佼者 常吃有助于防癌抗癌 一 火鸡肉 火鸡肉是高吸食物之一 每100克火鸡肉中含有41微克的锡 适量食用可以为人体提供足够的锡 帮助预防癌症 二 燕麦 燕麦是一种富含锡的食物 每100克燕麦中含有3.7微克的锡 常吃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 有助于预防癌症 三 鸡蛋 鸡蛋是常见的负锡食物之一 每100克鸡蛋中含有27微克的锡 常吃鸡蛋不仅可以有效地补充蛋白质 还能够补充锡元素 有助于增强身体素质 减少癌症问题发生